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在他右手边 你这话说的 我很懒吗 一口奶茶下肚 未无限一脸惬意的迷起眼睛 就是这个口感 浓香丝滑 甜而不腻 你自己觉得呢 温宁憨憨一笑 他这个献哥 可不是一般的懒 最多就是员工实在是搞不定的时候 他站出来给点修改意见 就那一点意见 却每每都是神来之笔 起到化腹朽为神奇作用 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亲手设计 那更是不可能的事 自从温宁入职以来 魏无限制亲手设计过两款logo 第一个是隔壁江市集团 第二个就是这个姑苏来世 我这不是给兄弟们机会吗 你也知道 他们脱家带口的都不容易 这一点 温宁从不否认 魏无限向来不以老板自居 而是和所有的人称兄到底 关系好到亲如一家 献哥 顾苏来世原有的logo 是一朵卷云纹 再加汉字和英文 你这个卷云纹比原来那个更加简约 外面加的这一圈 献哥 这是云纹组成的浪花 魏无限在其繁琐的卷云纹当中 直去最为婉约灵动的一朵 与周围的云纹浪花 组成欲绝的形状 随意且自由 挑逸中透着帅性 奔放中又不失运绿 四流云缓缓缓浮动 方寸间气象万千 恩魏无限放下奶茶 目光扫过电脑页面上的卷云纹 温宁 你知道卷云纹的的寓意吗 不知道 温宁也是接了姑苏来世的单子 才恶补了一下卷云纹的资料 至于寓意什么的 他还真的没留意 纤横乱笼上记载着 神明之气 灵语之泪 从这句话上就能看出 古人对于云的崇拜情节 他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愿望 以及对生命的美好向往 魏无限缓步走到窗前 天灰蒙蒙的 不知何时乌云布满了整片天空 没有风 树上的叶子犹如被钉住一般 一动不动 都说 山雨越来风满楼 可真正的暴风雨还没到来之前 往往是一片安静 切切的说 是一片死寂 姑苏来世 吉祥如意 你担不起 美好向往 你也不配 兰西尘的别墅里 兄弟二人吃过晚饭后就各忙各的 互不干雨 互不打扰 窗外 雨越下越大 仿佛是闪电吧 长空撕裂 霹雳又将晴天柱崩塌 调破大雨 铺天盖地 从天空倾泻而下 忘记我找人查过 那个魏公子的父亲 虽与江峰眠私交甚密 在江市集团的地位却不高 为人耿直厚道 在江市集团内部也算深得人心 当初 江市濒临破产的时候 很多高管纷纷另谋出路 只有他不离不弃地陪着江峰眠 甚至把自己的房子都拿去做了抵押 蓝西沉倒了一杯果汁 一倒蓝湛手里 这个弟弟 自从遇见魏无羡之后 就整天魂不守舍 站在阳台上听风赏雨 都能把自己站成一尊雕像 兄长 你觉得江市的崛起 和魏无羡没什么关系 嗯 你应该知道 想救魂那样一个公司 需要的资金是一个天文数字 魏公子的工作室 虽说每年利润丰厚 可对于盘活江市来说 却无异于沧海一宿 江市背后之人 一定不会是他 剩下的话 蓝西沉没有说 他相信蓝湛能够想明白 真的有哪个经济实力 谁又会拿自己居住的房子前去抵押 忘记 可能是我们多虑了 虽说云梦江市的崛起 和姑苏蓝市出现问题 在同一时间段 也许仅仅仅只是巧合而已 蓝西沉与蓝湛并肩而立 看着眼前暴风雨中的城市 兄长 你相信这世间 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吗 忘记 青年族已改变一个人的容貌和气质 再说 非亲非故的两个人 共有一张面孔的新闻 早已屡间不鲜 忘记 你有没有想过 那位故人不联系你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遭遇不测 另外一种就是故意躲着你 毕竟 姑苏蓝市集团的总部 就注立在姑苏市中心 窗外 电闪雷鸣 窗内 静默如冰 蓝西沉所说 蓝湛早就想到 他只是不愿意相信 更不敢面对 微无限的家 在靠近江边的一个小区里 从这里到江市集团 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魏长泽每天像无数打工人一样 每天都往返在这个忙忙碌碌城市里 爸 依我看 你还把工作辞了 就安心在家照顾我吗 微无限接过老爸手里的外套 帮他挂在衣架上 怎么 阿姨做得不够好吗 家中的阿姨很会照顾人 每天做好晚饭 等他们下班回家 简单交代一下之后 才会放心的离去 多年如一日 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从来没头出现过什么差错 不是 阿姨做得很好 我今天下午在家 还听到他唱地方戏给我妈听 那 为何还要我辞职 魏长泽换下衣服 简单洗漱了一下 就去卧室里看望自己躺在床上的妻子 摸摸她的脸颊 告诉她自己回来了 爸 医生说我妈现在虽然没有意识 认知功能也有障碍 可她对听节刺激有反应 你在家可以多给她讲讲你们年轻时候的故事 也许 说着说着 我妈就能醒来呢 魏无羡并没有进房间 而是被靠在门口 即使不进去 他也知道老爸会像往常一样 用指幅轻轻摸缩妈妈的脸颊 然后一顺不顺的盯着开上好一会儿 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阿谢 你觉不觉得爸爸是个懦夫 魏长泽胡乱抹了一把脸 从房间走出来 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 往餐厅的走去 你 为什么这么说 阿谢 爸爸知道你有出息 为了让阿姨用心 你给她开的薪水 比我的工资还高 阿谢 你可以把我的工作 理解成我去公司透透气 或者是说 让我每天逃避八个小时 也自欺自人八个小时 每天临睡前 我都会给你妈讲之前的事 讲你小时候的事 直到我自己把自己讲到睡着为止 魏长泽给魏无羡城好饭 又给自己盛了一碗 这才坐下来吃饭 阿姨的厨艺很好 色香味俱全 父子二人坐用餐 却都没有多少食欲 爸 是我考虑不周 他去江家蹭饭 与江城抢东西吃 何尝又不是为了换个环境 暂时麻痹一下自己 爸 原来的家庭医生 随他丈夫去了外地 我打算另外再找一个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上次我听温宁说起过 他们家祖上就是行医的 后来中医落寞 大家纷纷另谋生路 只有他姐姐 金工医道 坚持了下来 你不妨请他试试 嗯 明天我和温宁谈一下 阿谢 你也老大不小了 是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的个人问题 有没有想过 找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为了活跃父子兼用餐的氛围 魏长泽换了一个自认为轻松点的话题 我不着急 我工作室里 好几个年近三十的哥们还没结婚呢 单身多好 自由自在潇洒自艺 文言 为无限拿筷子的手微微一致 陈寅扮上 才给了魏长泽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个人问题 这个问题 恐怕又成为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问题 他的心 早在七年前 就已经丢了 丢在那个异国的城市 丢在那个美如冠玉 雅正端方的少年身上 相似刻骨 痴心已腹 哪怕终将一日 会站在那个少年的对立面 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那颗心也收不回来了 蓝湛 你若不是姑苏蓝氏的人 该有多好 工作室里的 温宁再次接待了不仅自来的蓝二公子 蓝总 这是我们家献哥 亲自为您设计的logo 对于魏无限的设计 温宁很有信心 若是这个设计通不过的话 最大可能就是眼前这人故意找查 欲绝 蓝湛盯着设计图看了一会儿 将其轻轻放在一旁 这个设计 他无话可说 线条流畅 充满了灵性与气势 云为拉长 形成汽油未尽的感觉 寥寥几笔就勾勒出 流云缓缓浮动的姿态 魏无限那个天才设计师的名头 绝非浪得虚名 哦 献哥说了 欲满者为缓 缺者未决 有欲满则缺的意思 郭苏兰是嘉信千讯有礼 不交金自傲 与欲绝的意思十分契合 温宁边说 边给蓝湛泡了一杯庐山云雾 微无限 几时能回来 蓝湛本该拿着设计稿离去 可没有看到自己想见的人 就这么走了又心又不甘 这个 还真的不好说 说 说曹操 曹操就到 蓝总 我家献哥回来了